大新聞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我們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網友李明娜他就說 他在5月21號的時候 他小弟嫁女兒 結果沒有人敢去 從30桌到4桌 最後兄弟姐妹 只有他們家5個人要去 5月21號下禮拜六的事情 那是非常慘 很多業者或是很多的這個 我們結婚的新人 都遭遇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疫情當下 我們不管是民間政治人物的 這種跑場 李明的活動也都減少 那疫情大家都互相體諒一下 只是現在的政府 真的讓我們感覺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包含剛剛我們漢庭議員說講的 那個快篩這件事情 快篩之段 以及我們能不能 就是65歲以上 我們就確診就發藥 其實我們記者應該要去 追問指揮中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指揮中心前幾天才 拿出一個列表 說我們的藥物儲備量是贏過韓國 贏過日本的 然後大概是3%左右 因為有70到80萬的劑量 那美國跟加拿大大概是4% 最高的是英國大概有7% 那老實說 今天我們的藥 記者應該去問我們的真正到貨量是多少 因為我們都是很奇怪喔 我們現在的指揮中心 過去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就一直常常被指揮中心騙嘛 他說他BNT莫德納買了幾萬劑 結果真正到貨才幾劑而已 就是他所算的是他已經採購合約裡面的劑量 有70萬劑 那我看到最新指揮中心表示 我們的劑量大概只來50萬份啦 那所以說你今天開始討論說 65歲以上的這個長者 快篩陽性你就要給藥 我在懷疑說陳時中到底有沒有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要做這樣的措施 因為一旦這樣子去履行 那藥就會發現絕對不夠 你蔡政府就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因為我們現在老實說啦 3劑以上的這個長者65歲以上 還打不到3劑的 只打1劑或只打2劑或完全沒打的 大概有100萬人 那100萬人我覺得這種沒打3劑的 只要感染到大概輕重症的風險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你100萬的這些長者 你總是最少最少 你做到100萬的儲量嘛 那結果你今天跟我講說 你有70萬劑80萬劑 那你實際到貨是幾劑 你根本連一個最基本的 你合約上面要採購到買100劑 以確保這些65歲以上長者 染疫不會有重症中症的情況發生 的這個基本的計算 你都沒有做清楚嘛 因為如果說我們預計這些長者 本來就是100萬人為這個單位的話 你最起碼 我們說剛剛 我們65歲以上長者有400萬 我們就不要苛責 因為世界上很多的這個國家 在排隊等藥物 都還是的確排不到 儲備我們有簽合約 但是藥物池沒來 這個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但是你未打滿3劑的這個長者有100萬 你指揮中心為什麼只有購買80萬 那剩下20萬你要放著 等他去哪裡呢 所以這個最簡單的計算 今天如果我們的指揮中心都算不出來 20萬的缺口 甚至你今天只到貨大概60萬劑的這個口服藥的時候 今天已經有那個醫師在那個臉書上面也說嘛 有一種那種去痰的這個藥物叫NAC嗎還是 我說的不是很清楚那蘇伊豐醫師的這個臉書大家可以去看喔 聽說現在藥局已經在搶購了啦 他說這種藥局的儲備量是足夠的 而且一顆才兩塊三塊可以降低我們 如果得到新冠的話降低死亡率四成 四成我覺得是很高的數字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個藥似乎不用處方簽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覺得現在的 政府沒有辦法保護你 你需要去治保的話 其實藥局上面這個藥可以去購買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好朋友的溜富的斗內說 全力支持斗倫庭青年未來有人庭 非常感謝您的斗內 楊明哥我要問一下 我們從這個高金素媒委員這幾天一直連日在翻 去不斷去鎖資 那我們才發現我們政府真的不錯 第一次有做到超前部署是在2020年的9月30號 當時去編了一筆錢 裡頭有一個2314萬 看起來是要去開發所謂的檢驗試劑 還有快篩試劑 然後呢我們要問這2314萬 結果後續到底第一個研發的是哪一家 你的快篩試劑品牌又是哪一家 我先感謝這個網友斗內是Vicky贏的斗內說 他只想問為什麼從口罩 疫苗到現在的篩計都是在排隊 等要選舉了還是要投民進黨 難道台灣人是有被虐傾向嗎 選完再來抱怨 好那我們剛才有特別針對高金素媒委員的這個質疑 指揮中心有特別講 2314萬是國衛院跟御醫所 研發的抗原快篩試劑產制預算 移轉給五家國內產業團隊 有兩家廠商在110年 已經獲得了製造許可 其中一家廠商已經進行了 家用快篩EUI申請 其實以這個 其實剛剛指揮中心有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政府中研院也好 國衛院等等都有相關的一些研究 去支持我們本土的廠商去研發 所謂的快篩試劑也好 疫苗等等的 但為什麼最後沒有成果呢 他們強調是因為台灣沒有疫情 我們沒有疫情所以不需要快篩 所以後來這些廠商就自己去國外生產 找相關的把這個技術取得之後 他自己想辦法去處理 就不在國內處理了 這其實我覺得這個邏輯是一個很荒謬的 如果我們你知道去年 如果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 去年你Google一下說快篩拓役等等的 有國產的太多了 最快去年8月就可以上市 什麼幾月就可以上市 結果到了今年還是 預計今年8月可以上市 好奇怪 為什麼去年就已經研發出來 為什麼不行呢 原來這些廠商發現台灣沒有市場 我們的政府不支持補篩 不支持快篩 所以他們得要自己去找一個適合的市場 也許去找韓國的廠商合作 也許去找美國或是中國大陸的廠商合作 就是這樣 我是我們台灣 自己把這些技術推出去 結果當我們現在需要的時候 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 來不及了 因為你現在政府跟他們是用 國產是用59塊一劑來採購 這些廠商他們花了多少成本 他們也要賺錢 他們不是像 像我們今天講那個什麼 高登環球生衣公司 什麼因斯瑞 這些不是生產快篩試劑的廠商 他們只是代理 只是跟國外的廠商拿了授權 錢就進來 他們就可以從中間賺取這個價差 這樣的包括福佑達 福佑達都沒有生產任何的這個快篩試劑 他們所謂的就是代理而已 可是我們最後會變成我們國家 鼓勵代理不鼓勵生產 這其實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 那當然你說像這個高金素媒委員 他掉了不管是這個三月底以前的這些相關資料 都是衛福部自己提供的數據 結果衛福部要說什麼 這是什麼謠言 假訊息 對 那是你自己提供的 只是時間點不同 你就講清楚 我跟你講 對於這種所謂的這種邏輯的邏輯上 我已經要講說 因為這是統計到三月底 我們四月份的都沒有計算去解釋完了 因為你這些數據也是你自己提供 你就說我們會再把這個更新的資料 提供給委員 也希望他能一併 時空背景不同之數 不是他們最愛用的嗎 對嘛 所以今天就是這樣 你只要質疑政府 就是中共同路人認知作戰 在地協力者 然後呢就是不愛台灣 結果呢我們今天其實我們 我們就是為什麼要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就是因為執政者 你看喔 現在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在很多地方的議會都是多數 然後呢他們都在檢討在野黨 檢討人民 這樣的一個執政黨 這樣一個傲慢 囂張的執政黨 連甚至連他們的這些所謂網軍側議 都開始檢討人民了 這些網軍側議當然不缺快篩啊 他們只需要在鍵盤前面工作 打一打電腦 就有錢可以收入了 他何必出門 但你問問像昨天節目上 我們的小黃司機 對 每天要出門 每天要一季快篩 至少喔至少一季喔 有些你知道嗎 有些客人喔 可能跟你預約 跟小黃司機預約 他說你要給我看 你要給我看 馬上要快篩 剛剛立刻快篩的結果 結果昨天在那個同一時間 有很多網友在裡面洗嗎 說政府有叫你要快篩嗎 沒有嘛 沒有啊 可是問題是 我就問嘛 今天如果今天你要搭小黃司機 有快篩陰性的 跟沒有快篩 不提供快篩結果的 你要搭哪一台 就這麼簡單嘛 就是 這是人民自主應變 這都是因為你陳時中 所以大家自主應變 現在為什麼這個確診數 每期管到了六萬多 好像變成一個平緩的 這個人家講高原期 可是不是 是確診的黑數增加了 因為大家 需要去快篩 需要做PCR的 是固定的人 就是每天要快篩的人 剩下就說 我們不快篩就不會確診 不會確診就可以繼續工作 我舉個例子喔 我這個是我今天聽到的 衛福部就在陳時中部長 的辦公室的機要秘書 據說也已經有這個確診的狀況 這個詳細的情況 我覺得衛福部要說明 那因為現在的 其實現在的這個居隔 陳時中部長也不用匡列 因為是職場 因為是同樣職場的 他只要打滿三劑 每天就自主健康管理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 現在你們看包括莊仁祥 這個發言人 他都已經被這個所謂的居隔了 所以現階段我就覺得 現在的疫情 大家就誠懇的認真的去面對 不要讓黑術繼續增加 因為其實其實黑術 在繼續在社區 只會導致我們這一波的疫情 拉的更長更久 那事實上對執政黨 佈局年底的選戰更不利而已 那其實我覺得這整個 從最近他們不斷的在講這個 什麼澄清假消息也好啦 指揮中心那邊做梗圖啦 那你怎麼不澄清一下 焦糖的這個積極防疫說呢 懂的人就懂呢 你怎麼不做圖呢 又是一次的雙標 又是一次的這個綠能我們不能 只有綠色的 只要你今天認同你是你自己人 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愛打什麼就打什麼 不是的你今天質疑政府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就是在地協力者 這樣的邏輯我跟你講 人民會看到真相的 為什麼因為 當我們不允許人民說話的時候 這個政府勢必會被推翻 我要問一下漢體議員 其實包含是經濟部 在11號的時候也突然宣布說 可以開放這大陸制的快篩世紀進來了 終於不用向經濟部申請決案核准了 也因此之前衛福部跟經濟部 互踢皮球了半天 就是最後還不是開放了 那郭正常就質疑說 在11號宣布開放的原因 當然第一個是我們的快篩世紀顯然不足 那他有特別設一個線 什麼時間之前進口是OK的 那之前這麼愁衷 或之前看到大陸就這樣 是不是因為當時已經知道 接下來幾天的死亡個案一定高 被嚇到了呢 當然而且呢 只有先行的檢驗 然後才能夠及早的保護 及早的治療 及早的給藥 那如果呢 在台灣缺少快篩世紀 而且呢 台灣就現在講說 你必須要快篩陽性 才有辦法去做採檢嘛 那一定會變成 就是很多的人都不幸的走了 走了之後呢 然後如果有機會 然後才會被死後的香驗 才會發現說 他是一個確診者 那麼只要有 少數幾個個案這樣的存在 那麼在民眾的心中 就會無限放大 這種情況存在的可能性 現實上確實也是 所以我一再的呼籲說 在野黨應該要去提起說 在這兩個月內 所有病故的亡者 都應該要做死後PCR的確認 而且不以解剖為必要條件 技術上是可以做得到嘛 因為在過去你必須要做 所謂的解剖才可以去幫他做採檢 現在不用 那樣也是蠻侮辱死 侮辱亡者的 而且那很多人 他可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家人就走了 你以為他可能只是死於 一般的慢性病 或者是癌症 但他可能在不知不覺中 是一名確診患者 那現在我們更應該要是鼓勵 應該第一個是放寬 放寬什麼呢 放寬說不要以解剖為必要條件 第二個你才能夠保障 說讓這名亡者 是能夠死得非常的清清楚楚 而且在防疫層面上 也能夠讓家屬 有一個很好的交代 第三 在現況底下 如果是確診者 他多少會有一些 可以申請補償或慰問的 相關的機制跟條件 但如果是一個很平白無故 就走了的人 就沒有辦法申請這些補償 所以我再三呼籲在野黨 應該是要去提起 這方面的一些更動 否則就會像去年一樣 我們所謂的六都火化人數 平白增加了6000人 但完全不知道這6000人 到底是哪裡來的 所以指揮中心跟民進黨 他們也預設到了說 如果到了今年 我們再拿去跟往常的 死亡人數再去做一個比較 發現今年如果 亡者的案例又再度的大幅升高 那幹嘛 人民心中肯定也會有這樣的疑問 一定是因為今年的共存放寬 才導致這些亡者的案例上升 所以儘管民進黨表面上告訴大家 我們的死亡率很低啊 這有多少啦 但人民心中還是有這個疑問 好 那正也因為如此 所以民進黨第一方面 他當然是想遮蓋就遮蓋 可是第二個方面呢 是人民實際上就還活著的我們 對吧 還活著的我們 那我們總是要去面臨每一天的快篩 事蹟不足的這些問題啊 因此民進黨當然就不需要適度的放寬 來給予人民更多的快篩 那我政治陰謀的這個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是我認為啊 他現在做的這些實際上呢 也是在某種程度的轉移焦點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呢 已經也不是在談到快篩的問題了 快篩雖然仍然是個問題 但接下來如同我說的 最大的問題呢 是藥物的不足馬上就要呈現 那民進黨往往就是拆東牆補西牆 事到零頭才抱佛腳 零可絕景 就是大便都到了肛門口 才要去挖廁所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現在呢 他現在才告訴你說 我們就趕快進了很多的快篩 可是呢 他有沒有意識到藥物不足的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的 目前指揮中心還是告訴大家說 哎呀這個我們又有了什麼十萬份 我們又買了十萬份啊 對他又買了十萬份 但是還沒到 但是也還沒到 目前所到貨的呢 那個叫什麼墨沙東的 目前總共在台灣也不過才五千份 輝瑞的口服藥呢 目前全台灣大約也才有二十萬份而已 所以目前這個羅毅君什麼的 又告訴大家 哎呀我們下週啦 過兩週又是所謂的高峰期 每天都要有十萬人的確診 每天有十萬人的確診 那麼第一個 就是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快篩試劑的話 你怎麼驗得出來有十萬人確診呢 那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快篩試劑 然後沒有每天有十萬人的確診 那麼第一個就是 那你民進黨是不是 你自己對疫情判斷實準 還是你要自己大方的坦承 有黑術的存在 這對民進黨來說都是一個很 沒有辦法完成自己戰略上一個長遠目的 是什麼 他就要盡快的 要在六七月的時候完成所謂的群體免疫 所以他只有購得快篩劑 才有辦法完成大量的確診 他才能夠在七八月 華麗轉身去選舉 我現在擔心是什麼呢 就如果依照目前指揮中心所告訴大家的 五月底就是紅 五月中就是高峰 五月底就下降 六月就下降 七月大家就忘了 十一月年底他們就大勝了 這就是民進黨一切他的算盤嗎 所以他為什麼這個時候 寧可是大陸制的他也要 因為他就是要這個時候 趕快讓大家全部都篩篩 全部都陽性 然後他就太好了 到了七月八月的時候 他就能夠安心選舉 所以我為什麼早就強調說 現在我們大概四月中的時候 我就跟柯文哲講說 民進黨的目的是要拉高確診數 以死傷人命為代價 但我們要的就是要壓低確診數 我們要壓低確診曲線 我們要降低感染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每一天確診 都只有在幾千人的時候 我們的醫療量人才能夠守護 像民進黨這樣 他在短時間內達到百萬人確診 可是第一個 他也很難保說 有沒有重複感染的問題 搞不好現在民進黨 心裡想得很美好 他說到了七月的時候 三百六十萬人 全部都確診完畢了 他八月就可以來選舉了 你怎麼確保沒有重複感染 搞不好到了九月到了十月 又有一波重複感染 那你民進黨怎麼說呢 所以這些事情都只能說 民進黨一切都以政治的意識形態 都為了選舉來做整體的防疫服務 防疫在民進黨來看 都不是靠醫學跟科學 他看的就是政治 尤其先前那個說所謂的 哎呀不准買大陸快篩 為什麼因為他要圖利自己的廠商嘛 結果發現自己的這些廠商 得利得也差不多了 一方面糟糕了 也被人家罵得差不多 這些高登的事情都被發現了 那所以怎麼辦扯不下臉來 畢竟他的戰略是增加確診數 那實際上的這個所謂的賺錢 只是附帶一提 他不能夠為了賺錢 而讓台灣的確診數下降 所以才不得不引進大陸的快篩 我們也感謝我們的網友 胖安阿炫的抖內說 抖給漢婷喝咖啡 等一下指導 我請你幫我們來評一下 關於到現在 包含的是立委高嘉瑜也頻頻的爆料 他爆出來其實說 這一次我們看到的 保單之亂的罪魁禍首原來是金管會 因為金管會呢 其實在去年的5月19號 大家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5月15號 開始疫情大爆發 5月19的時候他也找到了 這個法定傳染病防疫商品相關議題的會議紀錄 當時很簡單嘛 就是業者在金管會保險局的要求下 多多開賣防疫保單 結果現在好啦 當時你在那邊鼓勵人家開放 結果現在開始賠不完之後 兩手一攤 似乎也跟你說你不能聚保人家 其實去年在疫情還可以控制的時候 大家還是以清零為目標 那個時候大家保險業者 金管會等於是把各個業者找來說 有錢大家賺 現在這個保險 防疫險跟疫苗險賣得蠻好的 不然大家一起賺錢 就同樣的邏輯 去年是不是有重複審核保單的情況 有沒有人一口氣買了三四家保單 那為什麼要買 可能是這個人真的是很害怕染疫 有可能是這個人他的出門的成本 或染疫的代價是非常高的 例如說他10天不能工作 那他就是家裡要斷炊 所以他必須要買很多的保單 來補足他的缺口 因為一張保單可能五萬塊 對他來講可能不夠 所以他必須要買很多的保單 來補足他的缺口 去年有沒有重複核保的問題 去年有 那為什麼今年這個邏輯都不成立 先感謝我們的夜小拆的斗內說 這是在我跟我老婆職場發生的事情 他們在港口工作 他老婆同事家人確診 他卻繼續上班 隔天同事確診 而他老婆也在晚上下班之後回家確診 太多人不遵守居隔了 也有很多人不快篩 因為篩了陽性就無法上班 乾脆不篩 高雄市政府到底有沒有正視這些問題 我們還要遭受別人的歧視 非常感謝夜小拆的斗內 您的意見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好好來聽聽看 而現在目前在線上等的是我們的保險專家 劉鳳和 鳳和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劉鳳和 你好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是說 在去年原來 儘管會有找過這些保險業者 一起喝咖啡聊是非 不過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賠到怕了 尤其富邦又開了第一槍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他現在不能再續保 而且或是很多的這個相關的 很多家都跳出來 不管是家延規定 或是有很多是不續保的情形 這應該不會是第一家 也不會是最後一家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保險業者 就算是有可能一時的毀了商譽 他還是得做 是不是因為真的會賠不完 賠到死 其實各位大家不曉得 這個 記不記得 去年有一家叫台灣產物 賣500塊錢 然後隔離10萬 他們今年為什麼 要續保 要到期了以後 他沒有發生任何的一個糾紛 也沒有造成很大的民怨 這個問題點在哪裡 其實我們產物保險公司 賣的這個防疫保險 本來就是可以 本來就是可以 第二年有保險公司來審核 繼續願不願意承保 這是大家籌保的時候 本來就著名的就很清楚 只是問題在 他發布的這個訊息說 你買了第二家以後 我就不承保了 發布的訊息太晚了 去年台灣產物在今年一月份 他們就已經很早就發布 我今年不承保了 台灣產物沒有問題 沒有糾紛 可是為什麼 富邦這麼大的公司 產生很大的糾紛 如果他在今年三月份 續保都要到期的時候 就趕快宣布 說我今年因為未納量不夠 所以說我一年的續保 我就不承保了 不會有問題 甚至問題很少 但是他發布的時間太晚 他自己做保險公司 他自己沒有辦法把這個風險 控管掌理得很好 時間也搭得很好 他最大的一個敗筆的地方 所以他身為保險公司 卻沒有掌握好風險 但是政府沒跟他們講好說 我們要走向已經與病毒共存 所以可以預期的 一定會出現爆量的單 還是是到底怎麼回事呢 那至於說會不會爆量 其實這就是保險公司 他本身的風險控管不夠了 其實在國外 在國外不是Omicron本來就爆量了嗎 然後他那個時候 他還出這樣子的保單 其實他本身 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風險控管 他沒有前瞻性 再加上他又發布 這個不續保的這個聲明 時間點太晚了 太晚了 有些民眾都已經交錢了 交錢了 後來被集合到 你已經買到別家公司了 所以說我現在不續保 這個確實是在對他的信譽來講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信譽跟他的 巨額的理賠金來相比較的話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還是會 看在錢的份上 我希望少賠一點 信譽以後可以慢慢慢慢的彌補 可是他們可能公司考量的 這個地方是在這裡 何老師你剛剛自己也講 其實這跟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選舉現在罵的要死 但是年底是不是又開始健忘起來 你也說就算是這些 很大的廠商被點名了 現在他們開了第一槍 或是後續馬上接上 一直影響了商譽 但是過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又忘記了 對 因為這個保險公司 現在目前我所知道的是 不是只有富邦一家 所有的在賣防疫保單的 這個產物保險公司 大概都會這個樣子 你有買了第二家之後 我就不承保了 只是說富邦比較大 那所有的劍把 通通放在富邦這個上面 那對他來講是有影響 但是總比以後產生這個巨額的 上億的這種理賠金來做比較的話 那麼小小的商譽 可能事後還可以彼補 可是賠出去的金錢 沒有辦法再收回來 那個兩害相親取信心 他可能就選擇了 這個樣的一個方式 非常感謝我們老師 今天在周日的時候 還加班在線上 跟我們來稍微解釋一下這個情況 感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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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們剛剛其實要特別回到高嘉瑜講的這件事 因為他其實是連兩天 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他又在PO 那今天早上他在PO 就是關於是富邦的資深專員 傳給他的一些相關的訊息 他說公司在二月份的時候 還在叫大家續保 還在逼迫業績 那時候沒有料到疫情現在這麼嚴重 結果現在告訴人家說不能出單 不能給他們出單 而不是不接受公司停賣 是不能夠接受公司的小動作太多 那我們也提到了嘛 今天就是金管會跟你說 在去年一直Push 你盡量去賣 結果現在又跟你說 你不能擋人家 什麼樣都是你金管會在搞啊 對啊 我們 我覺得金管會應該去查一下啦 去年份的這個防疫的保單 到底各個業者賺了多少錢 他們賺了那麼多錢 然後現在又翻臉不認帳 續約都不能賠 當然我們現在的政府的防疫的政策 這是不可同日而喻啦 從清零已經變成放棄到要共存了 那富邦 富邦人獸現在這樣的做法 的確也產生了一些效應 例如說我今天看到 新冠產的這個防疫險也跟進了 只要是重複有幾張保單的 那就不合保了 但是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例如說 早上就有人在求助 就是跟我講說 他過去是投保A保險公司 那今年想要換富邦 今年想要換富邦 那變成說他的還在存續 例如說他的單到5月底才存續 但他現在要投保他就說 你已經有一張單到5月底才結束 那我現在不合保 那等於說他中間銜接 就沒有辦法銜接起來嗎 就因為這個不能重複合保的條例 等於他沒有辦法去跟這個富邦來接觸 那富邦現在的業務員應該也是交頭亂 而忙著打電話跟客戶道歉 因為像我剛才所講 我在那個進廣告之前講了 很多人是因為家庭資金的缺口需要 或者是他真的很害怕這個風險 所以他投保了很多張保單 會積極去染疫的 我不敢說現在很多人很貪小便宜 會積極去染疫的 大概除了焦糖跟他的笨蛋的粉絲 會講說我要重複感染 然後我積極的去跟確診者接觸 然後重複染疫很爽 會想要這樣子去發大財賺錢的人 那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跟他溝通 這等於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放在這個每一張保單5萬8萬 這樣子值得嗎 就是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去預估 一般的人不會做這樣的決定 當然富邦金他有 富邦金控在這個禮拜五 下個禮拜五要舉辦他們的法說會 那我們就為什麼我們這次富邦的這個禪險 他們推出這樣的防疫險 不重複核保會引發那麼大的爭議 就跟剛剛我們老師所講的一樣 當然富邦他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禪險業者 那是富邦金 今年預計在禮拜五開這個法說會 他底下有兩個金積母 一個叫富邦忍壽 一個叫富邦 台北富邦銀行 今年富邦金怎麼樣 他們說他們這個 今年的4月稅後淨利是145億 那145億是什麼概念 他說他是4月的歷年新高 自從大概開始 金控開始投資之後歷年的新高 那就是代表說 你在我們的這個資訊裡面 提供你的兩個經濟母 富邦人壽跟你的台北富邦銀行 是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的 那在我們疫情險距的時候 你去年賣保單賺了那麼多的錢 那今年又開始 半壞掉嘛 又開始到你要負擔風險的時候 你又不賠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賠了之後 一定會產生非常多的問題 例如說 依照本來的這個保險的 每個人發五萬 發五萬八萬十萬 在現在台灣這樣的防疫政策之下 富邦有沒有辦法承受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 可能一半的資產就要付出來 甚至付得更多 所以現在的確是一個兩難的狀況 那大家都在期待金管會負責 那的確我們過去都說 本來我們的保單是風險控管 所以本來就預期說 你不要拿這個來賺錢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說 你同樣的一份保險 你就不要重複 重複來核保 可是去年金管會把大家都叫來 然後鼓勵大家開賣 然後大家一起 業者一起賺錢 我們從 那個富邦金控的法作會就知道 大家賺錢啊 賺很多啊 盆滿波滿 結果今天要付出 連帶的風險的責任了之後 各大業者又跟金管會講說 那我可不可以不付 或者是同樣的邏輯 去年可以核保的 為什麼今年就不核保 我覺得總要有個說法 因為就長期來看 你這個時候富邦很多的承辦員 你除非是整個業者都 廣拍掉都不完了 就除非是這樣子嘛 不然如果有些 如果有些業者 依然秉持著這個做生意的良心 他依然理賠了 依然核保了 那兩相比較之下 大家會覺得說富邦那你 今後大家就完蛋了嘛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沒有誠信 然後遇到風險 不肯去負擔的這個業者 那他的信譽當然會下降 所以以短期來看 當然如果今天 富邦拒絕去核保 這樣子重複的保單的話 當然 他可以救他的公司的資產 當然長期來看 信譽的確會下降 我們感謝我們的網友 何仙仙的抖內說 這快訊大新聞大曝瓜 是46.8萬訂閱了 非常感謝 也感謝我們蔡易南的抖內說 貴節目慷慨激憤的批評 政府老實說是沒有用的 大部分媒體是不會這樣播 因為受到了綠營的掌控 最有效的方法是 在聯播的場合大鬧役場 請拿出決心和行動力 該流血就流血 上街的時刻到了 我們就要問一下 曾經是楊過 現在是楊康的漢庭議員 你自己的這個保險的狀況 我這個梗是在這個節目上講的嗎 對 但不是對我 但我就是 然後我在下面回說我拳頭都印了 對 好 剛才像有朋友講說 就光講沒有用 所以第一個我們希望大家 能夠幫忙的分享跟散播 第二個我們確實會在 找合適的時機的時候 然後上街頭來抗議 畢竟當司機都出來抗議了 那我們身為政治人物 怎麼能夠袖手旁觀呢 其實新黨在前幾天 我們已經有了車隊的遊行 大喊陳時中下台 當然我們的勢丹利寶 未來還是希望能夠 齊具更多的力量 共同來做更大的事情 也謝謝朋友的指教 第一個呢 王必勝在這幾天的時候 然後他又開始作秀了 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叫做 防疫保單打亂了防疫布局 他這一句話 就把這一切的責任甩鍋了 為什麼會這麼亂 就是因為你們保險的問題 他完全不反省 是不是指揮中心自己的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放著病毒病來 你們稿子要共存 你們不生防疫警戒 那就算大家有保單 有什麼問題 不會有問題啊 而且今天就算沒有保單 那請問確診的人 是不是要做PCR 也是啊 那請問確診的人 是不是也是要拿到確診證明 他才能夠請假 也是啊 那跟防疫保單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任何的關聯啊 那今天是不是有人 因為防疫保單的關係 今天除非是有人 因為有保險 他刻意去確診 刻意每天不戴口罩 你才可以把這個罪過 怪到保險身上 否則的話 那大家本來確診 他就想要去做PCR 然後做了PCR 他就想要得到一份確診的證明 他才可以做各種請假的用途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好 那麼其實呢 早在去年啊 就因為台產 剛才這個保險專家說 就那一份500塊 然後可以換10萬 那個時候蜂擁而上 到一堆人想要去保 好像台灣有400萬人 都過去保 然後總共金額是19億多啊 但現在這19億 基本上都已經賠光了 所以台產這一部分呢 其實是已經虧損的 那當時呢 我就跟幾個朋友在聊天 有一些這個 在聊說 奇怪 就理論上做這個事情 應該都是有精算過的啦 都有算過 就肯定是不會 覺得不會賠才這麼幹 那 可是呢這個裡面就有 反正就有一些保險的朋友啦 我們彼此在聊說 你們怎麼會這麼相信 台灣永遠都保持清零呢 對吧 那甚至呢 有保險業者的朋友 他也跟我說 他也懷疑上層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看國外燒得那麼慘 對吧 而且去年那個時候都差一點 就要三級警戒的那個差不多時段 你怎麼能夠保證台灣都沒有事 怎麼敢還來賣呢 還是我們當時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理論上保險公司 各種疾病什麼 那都是有精算過的 都是有各種的數據 甚至呢是透過大數據或什麼 去統計過一定是可以在可負荷之內 為什麼去年要這麼賣 現在答案揭曉了 原來是保險局要求賣的 原來在去年5月19號的時候 當時保險局就找了這些業者來喝咖啡 說大家演繹一下 繼續賣 因為在去年5月19號之前 就有一些業者決定說不賣了 這個都不賣了 業者那個時候就已經盤算好 如果再賣下去他會虧本嗎 因為去年三幾年他算過了 他再賣他會虧本 所以如果去年就不賣的話 今年哪來這麼多 大家為了要去 大家要擔心的事情呢 也沒有啊 那去年是誰要他賣的 就是金管會保險局啊 所以罪魁禍首是誰 這一抓就知道了 我們只想說 應該就是放給市場機制 就是讓這些業者自行承擔 他敢賣他就要賠對吧 他如果自己算到 他會划不來的時候 他自己會不賣 那麼這樣一個正常流通的市場機制 到什麼時候出現的問題 就在於民進黨這個政治的黑手 介入到了市場機制裡面嘛 就在於產險業者 他在去年5月19日的時候 他決定應該要不賣了 是吧 可以結束了 因為他可以那個時候做到 先前如果得的 那就賠償對吧 那應該要退場的時候 是誰不讓他退場 是保險局不讓他退場 所以這一切當然就是保險局 才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開會的人員叫什麼 叫做施窮華 所以我完全認為 這一波以來的這個亂象 就是金管會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業者早就不想賣 是你逼迫人家繼續賣 好了那麼再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逼迫人家繼續賣 在三級警戒的時候 好奇怪喔 保險業者這民間單位 要保不保 這是他的事情 為什麼政府要出面呢 你政府為什麼要要求 保險公司要賣 因為你政府不想負責嘛 因為你政府根本就給 不想要給那麼多的 所謂的防疫補償金 所以幹嘛你就去找保險公司 你如果出事了不要來找政府 你去找保險公司 所以是政府民進黨 把自己的責任甩鍋轉嫁 給了保險公司 要保險公司來幫民進黨政府負責 這就是民進黨的黑心算盤啊 所以今天如果民進黨說 這叫做保險之亂 王必勝指揮中說 這叫保險之亂 這個保險之亂誰造成的 就是民進黨自己造成的 因為是你要人家賣 為什麼你要人家賣 因為你甩鍋給人家 你不想給老百姓承擔責任 你要老百姓在一片疫情緊張惶恐的時候 然後那老百姓說 沒關係啦 我還有個保險啊 政府不給我錢 政府不給我補償 我還可以跟保險公司領錢啊 對吧 這不就是民進黨的算盤啊 好 那麼事到如今 我們確實可以承認說 有些人因為很急著 他想要拿到保險的理賠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經濟狀況不一樣 有些人因為確診了 他隔離了這幾天 他就沒有收入 所以他很急著 想要趕緊去拿到一份證明 想急著去拿到這些理賠 這個心情我們要可以理解 但關鍵什麼呢 政府當前的作用 是關鍵是在穩定民心 因為當初的責任是你負的 你現在好歹要出來起到 穩定民心的作用 因為現在政府都講說 這個什麼又要降級了幹嘛 所以有買保險的人大家都知道 未來我可能就領不到錢了 可能我兩個月之後再確診 我就領不到那麼多錢了 所以幹嘛 大家就會很急著 哎呀那現在有症狀 就趕快去PCR啊 好 所以是因為你政府的宣告 是因為你的這些話語 影響到了市場 才導致了這個亂局 所以當前你政府就是 你不要再對這些什麼 防疫的問題 你不要再對這些保險的問題 就胡亂講話 你越講話 越會干預到大家的 正常的防疫心態跟 防疫的生活 你唯一要講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保證 只要在過去 或從今天以前 有買到的 有真的隔離的 你政府保證 最後保險公司都會賠給你 但可能實現兩年以內 都一定會賠給你 政府來做擔保 保險公司 可以跟政府借錢嘛 那政府來擔保嘛 你只要講這句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亂象 你做擔保又不是政府出錢 對吧 那保險公司 可以晚一點再分給你 然後希望呢 這個有保險的 那如果你比較經濟 還過得去的 你就不要急著這個時候申請 你現在等不到居隔證明的 你現在拿不到 所謂確診證明的 也不要急 你只要真的有確診了 兩年以內政府一定給 或政府擔保保險公司一定給 你講這句話 才有辦法穩定民心啊 結果像他有沒有講過類似的話 通通都沒有 都說這個要問保險公司啊 然後說這個都是保險之亂啊 所以政府不僅沒有安定民心 根本就是在製造亂局 所以民進黨不僅就是 從這個方面來看 這個所謂的什麼金管會 來什麼保險局啊 一點基本的經濟學的sense都沒有 然後呢就結合這種政治的 意識形態的盤算 他這樣算超前部署好不好 超你妹 不是啊什麼 他這樣算超前部署嗎 你5月19號的時候開 因為你預計你不想賠這麼多啊 他在去年的時候 不就是超前部署了嗎 我發現有講這麼久 趕快給陽明講 好快點 沒有啦最後就兩句話啦 這個都是我講這兩段 大家覺得有沒有共鳴 一個執政黨政治人物 做得再怎麼差 都能自我感覺良好 都能變出美麗的謊言與空頭支票 一個執政黨對於人民的痛苦 都無動於衷到這個程度 這是台灣的悲哀 這是蔡英文總統在2015年 12月的總統辯論會上 罵朱立倫罵馬英九的話 現在人民感受是什麼 就是這兩段話 完全複製了 你說你不要當數字總統 現在每天看數字 旺旺水神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鹽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好同時呢 現在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588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